我们不知道谁是菩萨 菩萨通常不会在脸上写 我是菩萨 会写我是菩萨通常也不是菩萨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家设请问庆说 那干脆啊 把一切友情啊 就起大实想 把它当成佛 要修清静相 这样最保险 最保险 把一切都 那怎么做呢 修清静相啊 它是有个SOP的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必须要分清啊 友情有烦恼 跟友情事烦恼的差别 第二个啊 必须建议概念啊 外境呢 纯粹是我内心的显现 世界只是一个镜子而已 这个镜子里面显现什么呢 是完全是关带于你 你笑的时候镜子就笑 你哭的时候镜子就哭 知道吧 你脸上脏的时候 镜子就脏的 所以外境啊 纯粹只是啊 一个镜子而已 这个概念很重要啊 很重要 一般我们讲 我们说 佛法会形容说啊 他经典常常这批语 这杯水啊 这杯水 这杯水呢 就是说呢 人看到的是水 天人看到的是什么呢 听浓雪 天人也太惨了吧 干露啊 恶鬼看到什么呢 浓雪 那鱼看到什么呢 水就是他家 知道吧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什么东西呢 啊 这是叶 这个答案呢 对 这是叶 什么叶 如果是我的 我就是水 知道吧 嗯 好 那么 呃 同一个物质啊 但是不同的人呢 看到不同东西 那是因为他们业的关系 知道吧 不是这个的关系 你听懂这个道理吗 在佛经历常用这个批语啊 所以外境是什么样子呢 纯粹关带你个人的业 同处一个地方啊 每个人看到都会不一样 这个世界 所以有人说啊 佛陀啊 为什么阿弥陀佛 其实这个世界这么圆满啊 要是佛的那个流离光是这么圆满 为什么你的净土是这样坑坎啊 荆棘啊 佛陀说是这样吗 他把手一放地的时候啊 哇 全部变成黄金铺地这样子 所以呢 在佛的世界里面啊 这是一个净土这样子 在我们的世界啊 这是一个绘土 你知道吧 我们看出去这是坑坎 有缺陷的 但佛不会这样 就像 有一次佛陀就是 三个月吃马麦嘛 对吧 他吃马麦的时候 阿弥陀非常的难过 佛陀这么尊贵 竟然要吃这种马麦 这是赤料你知道吧 马赤料 他觉得说 哇 太不忍心了 那么 阿弥陀眼泪 佛陀说 阿弥陀你不要难过 阿弥陀你要不要吃 我牙缝里面的马麦 阿弥陀对佛陀很心心 好啊好啊 佛陀就把牙缝马麦给他吃 就一次啊 哇 天除妙共 好 好吃 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这个世界就是个镜子而已 所以你内心清静的时候呢 看出去都是清静的 内心不清静的时候呢 看出去都是不清静的 不清静的 所以我们在修镜像的时候呢 以前那个正眼上讲一句话 当你看到别人有过失的时候 就表示你的修行不够的时候 爱因斯坦你这么讲吗 他说当你看得起旁边的人的时候呢 你离成功不远了 当你呢 旁边都看不起的时候 你离失败不远了 爱因斯坦看起来心理层次还是蛮高的 这句话其实跟这个是同意思 你把旁边都觉得他们很烂 很糟糕 那表示你烂而已 那么你是个草包 被草包围起来 所以啊 这个世界呢 纯粹是我的业力显现的 这个很重要 这个跟观光念恩不太一样 观光念恩是想法 在对方身上找到功德 发现别人的长处 叫观光 记住别人对我的好处 叫念恩 那么你要看到他的长处跟好处 可是呢 修镜像呢 他的重点是向内的 观光念恩还是要配合起来 但是呢 他的特点是向内的 但一个是向外的 从他身上去找 他有什么功德 什么恩的 但呢 修镜像不是 修镜像是纯粹 当他显现出不清静的时候 他只有一个念头说 我有 我有一定有那个业 我要净化 他不关带于那个境界 而是关带于内心里面的 我不圆满 所以我需要净化 第二个 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呢 要清楚 外境是我业力的显现